哈喽大家好,我老刘 在陈日台拳小架概要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 当莫扭,一莫算,倍思扣形,循环缠 所以说呢,今天这一期视频呢 就来跟大家具体的聊一下 最起码在小架拳里面来说 最忌讳的这两种当劲 也就是扭当跟算当 以及我们在练拳架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去走当 才是一个正确的练法 好,那先来聊一下那个扭当 其实扭当,也可以说是摇当 它是一种什么形状呢 比如说哈,在两条腿调重心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看到没有 或者说是扭,扭屁股,摇当,扭当都同一个意思 这种走当的形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走当的形式呢 据我的观察来说 其实也就是由于很多练太极拳的朋友们 他们脑袋里面都有一种思想 就是说太极拳这个东西 不都说它是腰胯的劲吗 对不对 你如果说在练拳的时候 你的腰胯走不活 它们没有再动的话 那么你练这个太极拳就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静起于脚形于腿主宰于腰发于手 对不对 或者说是有很多对于腰胯的一个解释 就是刻刻留意在腰间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是在说腰啊 垮呀这一块内容 你要动起来才是真正的太极拳 对不对 你如果说只有手上的这个花架子的话 那么你这个拳没内涵 在练拳的时候 我们的腰胯也就是当腰这一块部位 当然要动 但是呢 它们怎么样去动 是有一个规矩跟方法的 并不是说让你漫无目的的去乱动乱扭 这个样子其实也就等于说是 你练这个拳毫无规矩可言 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 其实我感觉你并不是在学在练太极拳 而是在自创太极拳 大家想是不是这个样子 扭当摇当我们就先说到这个地方 接下来我们聊一下什么是涮当 我在之前跟大家比划比划 什么是涮的 这个东西很好理解 就跟我们吃火锅涮肉似的那个样子 它是这个样子走的 调重心的时候 它是 它就是这个样子 涮来涮去涮来涮去 很多人把这个东西说成是当走吓唬 我在这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这个东西最起码在小亚拳里面 它是比较忌讳的一个当的走法 如果说看这条视频的您是练其他权种的话 你们要求就是要当走吓唬 那么你就不要听我在这胡说八道 您就按照您自己学的一些东西练 因为每一个权种都有每一个权种的要求跟规矩 最起码这个东西在小亚拳里面是比较忌讳的 就是不允许出现的一个当劲 就是这个当走吓唬 也就是所说的那个涮当 因为在小亚拳里面 它对于身法的要求就是 身即上串胡乱摆 宁低不高行平线 就是说如果出现这种涮当当走下胡的这个当的走法的话 那么就等于说是你的身法会忽高忽低忽高忽低 对不对 这个样子就违背了我们小亚拳的身法 所以说这个东西在小亚拳里面是比较忌讳 也是不允许的一个当的走法 那说到这呢 大家对于我们小亚拳来说 比较忌讳的几种当劲 也就是这个扭当 摇当 以及涮当 他们几种走当的方式 大致有了一个了解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练拳下的时候 应该如何正确的去走当呢 其实练小亚拳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我们小亚拳要求的是当走后虎 以及要把当走平 对不对 硬低不高行平线嘛 对不对 还有一点就是 跟我们腿部的蝉丝镜合当开当 他们是要有一个关系的 就是说他们是一体的 你不能说是走当 你就单纯的去走当 底盘上盘都没有关系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说我们小亚拳 正确的走当方式 就比如说 揽擦一变六风四壁的时候 揽擦一变六风四壁第一动 是要先把身体松下来 对不对 我们松下来的同时 把丹田一尘为驴饭 服务沟一内收 把右边的大腿小腿一内缠 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内缠镜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前当自然合作 后当打开 陈丹田范围里浮宫内收 松下来这个镜之后 保持住这一套身法 向左平移重心 在平移重心的同时 我们的丹田始终是向下沉的 围里始终是向上范的 然后调重心 当从后面走 随着你沉丹田的幅度加大 你当从后面会形成一个小小的弧线 这个就是当走后虎 调到四六之后 左当一合 复勾一内收 大腿条腿一内缠 丹田再往下沉 为力一范 这个当就换过来了 所以说我们小亚拳走当的时候 它会牵扯到很多东西 它并不是说走当你就单纯的 摇过来摇过去摇过来摇过去 这个样子你这个拳是真的没有内涵了 我们小亚拳要求的当走后虎 以及把当走平 它是基于我们整体的身法 以及我们在平移重心的时候 自然形成了一个东西 你不是说刻意地去让它当走后虎 这变成什么 故意地去摇当了吗 对不对 当走后虎在外形上 几乎很难能看出来 因为我们操作是操作我们的内在 揽插一边六公子笔松 调重心把当走平 到四六之后何当 松陈南田 把这个劲出去再松 调重心又回来了 它是这么一个方式去走的当 所以说小亚拳第一步要练当 把当练明白搞清楚了之后 你才能一点一点往上走 好那最后呢 我还要再强调一遍 就是说今天所聊到的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基于小亚拳里面来说的 一套理论跟身法 还有它的规矩所在 如果说您是练其他拳统的话 那么如果您的老师教过你的是 当走下壶对不对 那么肯定会有你们的一套理论跟规矩 所以说这个东西并不是说 我今天说出来之后 老刘你跟我的不一样 你的肯定是错的 没有对错 你的也对我的也对 只不过是基于立场不同 我练的这个东西 它的要求就是这个样子 我也没办法 你练的那个东西 你的要求是那个样子的 另外一种方式对不对 那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对错 对不对 只是自己感觉 这个东西适合自己 那么这个东西就是好的 所以对 对不对